亲爱的朋友很欢喜 今天我们来到幸福小组的第八课 叫做教会与你 这个就是我们教会的外形 其中一个部分 我们还有其他两个部分的教会的地方 教会与你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看一个这样的观念 罗省第一华人浸讯会 我们的地方就是在耶鲁街 我们很希望我们很欢迎 你有机会来探访我们 这个是我们一起聚集的地方 我们多了解一下教会是什么意思呢 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教会和我在个人的生活和成长上面 它究竟占了一个什么的意义在里面呢 我们先看一个观念就是家 什么是家呢 家不是一个建筑物 是不是呢 当你看到一个家的意义的时候 你不会看到一间屋就看到一个家在里面 因为很可能 很多人都是自己一个人住一间屋的 很多人住一间很华丽的地方 里面只有一个人而已 那这个是不是家呢 那很可能你说都是啊 都是家来的 但是我会发觉到家应该是这样 家乃是所属成员一同聚集 相爱在一起的地方 家不是你一个人的 家是很多家庭的成员 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大家生活在一起 大家欢笑在一起 大家一起在那里快乐 在那里生活 我觉得这个才是家 教会也是一样 教会是什么呢 教会不是一种的建筑物 这个不是教会 教会是一帮人在一起 他们在里面一起唱诗歌 一起在那里来聚会 一起在那里商交 一起在那里有团契 一起有交接 大家成为朋友 教会的意思就是 一帮被耶稣基督救赎的人 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就是教会 教会究竟要来做什么呢 原来有三样东西 是教会很重要 它存在的意义 第一原来教会是服侍上帝 圣经告诉我们 当用各样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理 风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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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 存在心里 用诗篇赞美诗 灵歌彼此教导 互相劝戒 后面很重要 以感恩的心歌颂上帝 什么是教会呢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一帮蒙耶稣基督救赎的人 大家聚集在一起 用一个感恩的心 来赞美上帝 来歌颂上帝 一起用一首诗歌 用音乐 来表达 我们对上帝的一种感恩 因为上帝很爱我们 就好像我们今天做爸爸妈妈 很辛苦养大我们 我们到母亲节 父亲节 我们大家所有子女 所有的孙 大家聚集在一起 来到庆祝 来到感激 我们的爸爸妈妈 养育自刃 他们的生日 我们不会忘记 他们的结婚周年 我们不会忘记 今天我们做儿女的 因为得到爸爸妈妈 给我们抚养的恩典 因此我们就利用这些节旗 来表达我们对祂的感激 同样一样 上帝爱你 因为祂差派耶稣基督 来这个世界上 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来救赎我们 使我们在一个罪当中 得以释放 在罪当中 我们得以享受 这个赦罪的恩典 以至到我们每一位 蒙恩得救的人 就一起聚集在一起 用一个感恩的心 来感谢歌颂我们的神 第二 我们服侍信徒 什么意思呢 原来圣经告诉我们 为了装备圣徒 做侍奉的工作 建立基督的身体 即等到我们众人 在信仰上同归于一 认识上帝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达到基督 完成完全掌成的新良 在这里的时候 原来教会要做的 其中一件事 就是要帮助大家 长大成人 就像今天我们做父母 今天我们父母 很期待一件事 就是一直养育他们 养育我们的孩子 养育我们的下一代 使他们长大成人 不再靠你了 是吗 好像现在 今天你儿子和女儿 是多少岁呢 如果是30岁 而快来四十岁 他还在那里 还要你喂他吃饭 弟弟妈咪 吃买买买买买买 你心里真的顶不住 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大了 他可以照顾自己 你还在那里跟他煮饭 你跟他洗碗 跟他洗衣服 如果这样的时候 你发觉到 这个儿子养不大 不是 原来教会也一样 帮助那些信了耶稣的人 我们要得以掌大成人 达到基督完全掌成的新娘 就好像耶稣一样 怎么样 去服事人 好像耶稣一样 去帮助人 好像耶稣一样 去成为别人的祝福 今天教会也是一样 所以第一句 十二节那里说 为要装备圣徒 做侍奉的工作 今天我们要帮助 每一位弟兄姊妹 掌大成人之后 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 成为别人的鼓励 就好像今天现在 在幸福小祖当中 帮助你的福长 同样在幸福小祖当中 有一些祖缘 一直陪伴你 打电话给你 送餐给你 问候你 等等这些这样的工作 就是他们掌大成人 他们要做侍奉的工作 去帮助不同有需要的人 教会就是这样 我们很感恩 我们教会在唐人埠 在其他的地区里面 特别在疫情当中的时候 我们用不同的方式 来带祝福 给不同社区里面 有需要的人 同样今天 我们很期待 你也成为我们的帮助 也有一天 你去帮助别人有需要的时候 第三 我们是服事世人 圣经告诉我们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作恶的门徒 我们今天不单单 我们自己成长了之后 我们一定要做另外一件事 就是我们要服事世人 不单单我们服事信徒 信徒成长了 我们要帮助他 去成为别人的祝福 所以耶稣说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好 这个观念 大家记住了 一会儿我们再讲下去 原来耶稣要我们向这个世界 向所有的人 万民 更多的人 要做耶稣的门徒 做耶稣的门徒是什么意思呢 待会儿我会讲下去 但是今天我们先讲一件事 就是我们要去 去帮助人 我们要去 来使别人 成为我们的 我们要成为他们的祝福 是不是 今天你看一下 当你吃到一些好东西 你会去介绍别人 当你买到一些好东西 你会去告诉他们 是在哪里买的 这家餐馆是在哪里的 这个餐馆你都没份的 但是你会很兴奋 告诉他们 因为好东西 你也希望他能够同样 得到和经历到 同样一样 耶稣基督对你有帮助 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生的祝福 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生的答案 好不好 太好了 既然这么好 我就要告诉他们 既然这么好 我也要我的亲人 和其他的人 得到耶稣基督的福气 所以我要去 我要去使人 能够知道 耶稣基督的恩典 因此教会 是有三样 很重要的观念 教会 是服侍上帝的地方 教会 是服侍信徒的地方 教会 是服侍世人的地方 所以教会这个地方 不是一个建筑物 因此教会 和你 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我信了耶稣 我今天 我愿意 透过教会 大家一起 一起去侍奉上帝 一起聚会 一起唱歌 不单单这样 你和我信了耶稣 我就能够在教会当中 我们接受装备 我们接受教导 使我们成长 因为我要成为 服侍世人的人 成为别人的帮助 好了 刚才我们说的一个字 叫做作主门徒 什么意思呢 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 就是说你们要去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记不记得 好了 原来耶稣基督在这里的时候 告诉我们 你和我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 就是要使更多人 成为耶稣的门徒 什么是门徒 就是耶稣的学生 当我们 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就要更多的人 认识耶稣 并且要有更多人 能够成为耶稣的学生 怎样做法呢 第一 我们要施洗 当我们说 我信了耶稣 我就要去施洗 奉父子圣灵的命 给他们施洗 一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就直刻有一个反应 你想踢我入会 这个自然的反应就是这样 我信而已 我信耶稣而已 我不施洗的 我不受证的 我们误解了 什么叫做施洗呢 什么叫做奉耶稣的名给他们洗礼呢 这个说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说话的意思 就很比我们的婚姻的观念 你不知道你们都有穿过这些裙垮嘛 这个观念是什么呢 就是假设你和一个的对方 大家认识了 比如你认识了个男孩 他又很爱你 你又很爱他 两个人大家互相相爱 但是那个男孩跟你说 不如这样吧 我又爱你 你又爱我 我们大家互相相爱 但是我不想和你行婚礼 我不想和你结婚 我们这样就好了 是吗 我们需要行婚礼呢 你还你 我还我 大家自自游游 在这个自由当中也有在一起 在一起当中也有自由 今天这个世界不需要结婚的嘛 是不是 叫做自由恋爱 我们叫做这个 在婚姻的里面 我们大家喜欢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我们大家不需要对地方任何的承诺 你愿不愿意这样和这个男人过你的一生 你一定不愿意 在你的人生里面 在你的生活里面 既然是相爱 就要有一个承诺 既然相爱 我们就有一个的毁身 同样一样 这个洗礼 这个浸礼 就是一个这样的意思 既然我知道耶稣爱我 我又爱耶稣 我们就透过一个礼仪 透过一个过程 透过一个浸礼 或者是表达出我对耶稣的爱 我也都觉得我是属于耶稣的 耶稣爱我 我又属于耶稣的 所以透过这个浸礼 透过这个仪式 就好像一个婚礼一样 来到表达两个人之间 相爱的一个盲弱 今天所以圣经说 我们要为他们施洗 另外第二 我们要教导他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要教导他们 遵守 所以今天做耶稣的门徒 不单单要施洗 因为跟耶稣建立一个关系 并且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 要教导我们的事 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 包括究竟圣经里面 有些什么要提醒我们的呢 上帝有什么的心意呢 我们怎样明白他更多 知道他更多 透过教导我们就了解更多 不单单我们要听耶稣的教导 我们要遵守 我们要走出来 然后第三 你要去 就是一句话来说 我信了耶稣 我就要施洗 我就要施浸 表达我和耶稣的关系 并且我要接受教导 并且我要去 因为人家将福音告诉我 现在轮到我将福音 告诉别人 原来这个就是做门徒的意义 今天亲爱的朋友 我很期待 在这个幸福小组这八课里面 你能够认识耶稣更多 你仍以了解耶稣基督更多 因此后面就有一个应许 他说 看啊 我天天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终结 原来这个是耶稣基督 爱我们的标记 原来这个是耶稣基督 爱我们的应许 只要我们 好像前面所讲的 我们施浸 我们学习教导 学习耶稣基督的真理 并且我们去传福音 因此我们就经历到 上帝 我们的主耶稣 天天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终结 今天亲爱的朋友 这八课 这八次 这八个礼拜 很快就过去了 我很期待 刚才所给你提醒的 就是你和教会的关系 不单单是这样 我们都要做耶稣的门徒 来行出耶稣基督 给我们的教导 天父赐福给你 天父与你同在 我们一起祈祈祷好吗 亲爱的主耶稣 多谢你保守看顾 完成了这八次的幸福小组 我们很感恩 求你将这个福气 临到给每一位新朋友 多谢你 我们相信了耶稣 我们要施浸 我们要听耶稣的教导 我们也要将这个福音 告诉别人知道 你就长与上与我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多谢你给我们这个福分 多谢你给我们的应许 我们这样祈祷 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命求 阿们 阿们 好 亲爱的朋友 耶稣基督 祈福给你们平安